朱元璋蹲在凳子上大口地吸溜着面条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 汤河听完又让老板给做了两碗 要说这俩人怎么吃起了面条 都是因为这小店的菜都被楼上的军业给点光了 不仅如此 楼上的人还炒得汤河十分淡疼 就让老张去跟他们说小声点 那老张哪敢去 上面的那位可是朱大帅的义子 也姓朱 听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呢 汤河一听就知道是朱元 是啊 他多神气啊 咱可别不了 他爹是朱大帅 咱爹是老农民 那年咱爹要这碗面条 也不至于饿死 老张觉得老朱很懂事 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 老朱叫住了他 问楼上的人吃饭给不给钱 这话问的多少有些奢侈 他们都已经把这小店给吃空了 一直都是奢账 更可恶的是那些人还让自己的女儿上去配酒 老朱脸色变了 让老板上去找他们要钱 如果不给就下来找他 结果这老张是走着进去滑着出来 显然已经没气了 这时候朱勇几人也从楼上下来了 老朱没有当场处罚 而是让他们回去睡一觉 醒了再来找他 家里的马夫人还在等着老朱回去吃饭 结果却等来了朱勇给老朱安排的两位姑娘 这朱勇可真是好大的孝心啊 马夫人没有为难两人 让小翠带他们换衣服吃饭 天色逐渐暗淡 老朱畏畏缩缩的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老朱陪着笑 说自己饿坏了 赶快开饭吧 马夫人说今天给他做了两道美味 这可把老朱给激动坏了 当他看到两人后 感觉脑子嗡的一声 问他们是谁 自己可不知道这是 马夫人便说这是乖义子朱勇送的 老朱那叫一个气啊 这小子可真会坏事 这些年老朱的实力强啊 没少娶小气 马夫人也懒得管他 只是老朱作为大帅却如此耗色 其他的部下们会怎么想 又会怎么做 还有这城里的财主尸身 天天都吓得不敢出门 生怕被打 老朱黑黑一笑 马夫人看得明白 如果想成就大业 不管是普通百姓 还是地主都要落落 否则这些有钱人 倒向了朝廷那边 岂不是更麻烦了吗 老朱身以为然 第二天 老李从青田回来了 望着李贤管不由感叹 看样子 就算他亲自出马 也没有请来刘伯温